据河南省纪委监委9月警告消息 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简历显示 牛刚 南 1968年1月生 演示人 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共党员 他先后在洛阳市政协 宜阳县 洛阳市人民政府 洛阳市委 洛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老城区人民政府工作 2018年11月任老城区委书记 2021年2月任建席区委书记 2022年5月牛刚任洛阳市副市长 并继续兼任建席区委书记 至2023年约卸任